那么下面咱们就要进入到这节课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点的讲解了 在讲解这些知识点的时候咱们要引入一些东西 引入什么咱们要引入计算机视觉 因为这个深度学习跟计算机视觉可以相当于是一个挂钩的操作 很多深度学习的任务都是应用在这个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上的 那么首先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里我们现在看有一只小猫 这个小猫好像很气愤似的瞅着我 那么假设咱们现在有一系列的标签 就是说我现在想做一个分类的任务 去看一下当前的这个图像它是属于什么类别 它是属于狗呢还是属于猫啊还是属于汽车还是属于飞机呢 属于什么东西呢 最终我是不是说我希望我的一个输入 它可能是一个图像可能是一个视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数据流 我希望我通过这样一个预测之后 我得出来了最终的结果是当前这张输入的图像 它是属于一只猫吧 我希望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它是一只猫 我希望得出这样一个东西 那咱们来说一下 现在咱们的一个输入啊是一个图像吧 既然是一个图像 我需要让大家先来理解一下 咱们的图像是长什么样子 图像长什么样子 可能大家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咱们人类看起来啊 它就是一只猫 然后呢可能在一个数点里边 但是呢计算机是怎么看来的 我们人类怎么看并不是一个重点 关键就要看你计算机是怎么样理解当前这个输入的 首先呢一张图像在计算机看来 它会被表示成一个三维数组的形式 我们注意是一个三维数组的形式 那么三维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 假设说对于当前这个图像来说 三维的数组 我们可以给它表示成一个三百 乘了一百再乘以三 先来说一下这个三百乘一百吧 三百乘一百 咱们可以先给它想象成这个图像的一个长 和这样一个宽 比如说我当前的一个输入 我说它的一个长是三百 它的一个宽是一百 那现在它的前两维 我已经搞定了吧 就是这个三百乘以一百 那后面还有一个三呢 这个三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 就是说在咱们图像当中啊 其实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颜色通道的 比如说一个彩色图 其实呢它是有三种颜色通道 第一个颜色通道是一个R 就是一个红色颜色通道 然后呢还有个G 就是一个绿色的 还有一个B 通常咱们颜色通道都是由这样RGB 三个颜色来组成的 也就是说呢 通过这个RGB三个颜色通道 我们组成了这个三 那现在咱们的图像是一个三百乘以一百 再乘以三的 大家就应该理解了吧 那么在计算机看来呢 现在它是一个矩阵的形式 那矩阵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值来组成的 我需要明确的知道 这些值是什么东西吧 咱们再往右边来看 右边呢我们看右边什么 右边就是说这一张图像 它相当于是什么 在计算机看来 我们看里边什么 里边是有一些数值吧 有个四十九 有四十 还有十几 可能还有一百几 它是由一些数值组成的 这些数值 我们看这是一个点 这又是一个点 这些点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像素点 其实呢 这张图像 它是怎么组成的 它是就是由很多个像素点来组成的 比如说这块有像素点 这块又有像素点 这块又有一个像素点 我们可以把图像分割成很多很多个小块 每一个小块呢 就是这样一个像素点 正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的像素点 拼接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个图像 这样一个矩阵的形式 那这个像素点有没有什么规定呢 其实啊 有这样一个规定 像素点 它有一个取值范围 是从这个0到255的 首先它有一个取值范围 那这个取值范围里边 一个0表达一层什么含义 255表达一层什么含义呢 在这个像素点当中啊 如果说一个像素点越大 那么代表着当前位置 它的一个亮度是越高的 这个像素点啊 就可以直接跟这样一个亮度进行挂钩的 如果说像素点的值比较大 那么说明咱们现在这个图像区域 这个小位置 它是比较亮的 每一个像素点呢 取值范围都是从0到255之间的 现在呢 大家应该对这个图像啊 有了一定的了解 知道了咱们的图像是一个三维数组组成的 然后呢 在数组当中 每一个元素都是这样一个像素点 那么咱们首先要给大家提出来一些挑战了 就是说 在咱们计算机视觉领域啊 咱们要做一件事 好像来说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猫 我就是正了发警 老实八交的 给我蹲在你面前 我让你问你这是啥 那计算机可能很容易就说出来 它是一只猫 但是呢 如果说我改变了一些东西 还能够识别的这么准了吗 比如说我现在我改变了一下照射的角度 照射角度变化之后 咱们还要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标准 是不是就稍微难了一些啊 这是咱们其中的一个挑战 还有什么要挑战 光照的强度 如果说光照强度不同了 比如说左右两边 右边好像像起来像一只猫 左边像看着跟个死神似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说光照强度不同 会使得我最终的一个预测效果 也发生一些改变吧 我们就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了 形状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挑战 就是说咱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识别吧 假设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开始行驶的道路上 旁边蹲着一只猫 或者说是躺着一只猫 跟咱们一个爬着一只猫 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一个形状的改变 咱们还能不能够识别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部分遮蔽 遮蔽现象是咱们要解决的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遮蔽现象 是在咱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啊 最常见的一种现象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人脸检测 那么假设说 咱们在一个密集的人群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的脸 被另一个人给遮住了 那这个时候 比方说只漏了半个脸 那这半个脸 我还能不能够检测出来呢 咱们也要给它检测出来吧 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 如何去解决 这样一种遮蔽的现象 遮蔽的现象 是咱们最核心 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了 背景的混入啊 这个背景的混入 也是很常见的 咱们在 咱们在进行一个检测 或者说进行识别的时候 经常咱们是在一个 实际的场景当中吧 实际的场景当中 背景什么样 谁都不好说了 那么这里啊 就是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 其实呢 咱们面对的挑战挺多的 一些形变啊 光照啊 角度啊 遮蔽啊 都会使得咱们最终结果 发生一些改变 那咱们要做这样一个 深度学习的任务啊 咱们该按照一个 什么样的套路 去执行这些操作呢 其实它跟咱们机器学习啊 是一模一样的 别看咱们现在是叫这个 深度学习 其实呢 它做法或者说 它从头到尾的一个流程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步咱们一个个来说啊 第一步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数据的收集和给定标签吧 咱们刚才说了 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造就了人工智能业的发展 所以说呢 数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我们先需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给出了标签之后 我们就能够得出来一个数据集吧 先把这个数据集给它制定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步骤 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们第二步 是不是要训练一个分类器呀 咱们之前讲机器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说 我用一个分类器 我可以很轻 我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分类操作 比方说 看一下什么是一 什么是零 咱们可以做一个经典的二分类 那对于深度学习来说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类 其实还是训练这样一个分类器 只不过说这个分类器它就是神经网络了 第三步呢 跟咱们之前也是一样的 还是要有测试 有评估 选择咱们一些测试集 然后去看一下当前的效果怎么样 选择一种合适的评估方法 去分析一下咱们当前建立出来的这个模型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说白了 就是这样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一个寸函数 咱们先要造出来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模型进行一个预测吧 要是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先进行训练 再进行这样一个预测 比如说我们现在构造出来的一个数据集 是这样的 咱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四分类的任务 那你要做四分类的任务 是不是说 你要先把这四个类别的一个数据 都给收集出来啊 第一个类别是猫 第二类别是狗 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杯子 第四个类别是这样一个帽子 我需要先把这个数据收集好 然后呢 并且把这些数据打上标签吧 注意点 我们还要给它一个标签 就是说 当前这个数据 我明确的指出来它是猫 对于这个数据呢 就说它是狗 对于这边一个数据 我就说它是一个杯子 对于数据来了 咱们要把数据和标签 进行一个一一对应的操作 好 好 谢谢大家